大家好,我是刘宇 很多人都知道汽车有更新换代 但是很少人知道轮胎也有更新换代 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款全新的发布的轮胎 马牌的Max Contact 7 MC7 从这个名字很容易理解 这款轮胎它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的接触 接触地面 接触地面就能保证更安全,性能更好 从名字来说 能明显感觉到它是一个偏运动和性能取向的轮胎 7就代表了第7代 大家可能以前在原装胎和后市场 换装胎上都用过MC6 我们今天体验的是MC7 就是这款轮胎 MC7主要有三个地方进行了升级 第一就是它的操控性有明显的提升 第二就是它的排水性 以及相对应的制动能力有提升 第三就是噪音大大的降低 在国内这款胎被包装成一个具有功夫 具有很高功夫的一台轮胎 就是我们中国功夫 说明它动静结疑 然后这款轮胎它属于偏性能 偏中高端的 当然马牌轮胎的加速系列中还有SC7 那个是纯性能胎 而这款轮胎是配相对中高端的运动风格 或者注重性能车的一款专用胎 这款轮胎它的规格是从可以适配17到21寸的车轮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偏重于性能的目前市场上 大部分车型都可以适配的 然后另外一个感觉 我们明显的感觉到 它从轮胎的外侧来看 这款车这款轮胎的它的工艺很好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精良 品质感很强 尤其它在侧面做了一些花纹的装饰 让这台车性能感大微拉伸 然后它的整个加工的表面非常顺滑 品质感很好 这也是轮胎大厂的一个优势 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轮胎 大家可能很少人了解轮胎 它的性能的差异跟它的配方相关 跟它的花纹相关 当然还有跟它的规格 也就是尺寸相关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可能有些人不熟悉 我们可以看看首先它的胎纹 跟MC6相比 它的胎纹完全的变化 也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轮胎上的这些凹槽 然后这些用激光雕刻的这些图案 是完全跟MC6是不一样了 首先我们说一下它的操控性能是怎么提升的 首先它就说它这个花纹 花纹它是用激光雕刻的 这个跟MC6比 它的花纹的雕刻的凹槽的数量明显要少于上一代 这个很容易理解 它的胎面的接触面积会变大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有更多的接触面积 另外一个它这个外侧 这两部分在转向的过程当中它的刚性更强 因为转向的过程当中 这两部分的接触的面积会增大 对它的这个变形的抗变形的要求也更高 所以现在这款轮胎它的这个变形更小 接触面积会更大 所以在尤其在转向过程当中它会大大提升它的操控性和转向的极限 另外呢就是排水性和制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凹槽内侧是偏宽的 外侧是偏细的 逐渐变细 这个就是运用的文秋里现象 文秋里原理也就是说排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槽是用来排水的 往外侧的时候它逐渐变细就是能够效果就是能让让排水的速度变快 也就是说你同样的车速进入一个弯道 一个积水的弯道 它的排水速度要比其他的轮胎要快很多 排水速度快 它就能更快的接触地面 更好的恢复附着力 更好的提升在雨地或者是湿化路面上的这个操控性 同时制动性也会大大提升 这就是对于性能来说 制动开的快和停的稳同样重要 这个主要来自于轮胎的一个提升和变化 另外就是噪音胎噪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其实就是这个花纹块 胎块和地面之间的敲击 因为它的滚动过程当中相当于就是在敲击 然后敲击过程当中会形成噪音 那么怎么来降低这个噪音呢 这一款轮胎它通过轮胎上凹槽当中的一些 可以看到这些细微的设计来改善了它的频率 它的声音的频率 让它变成敲击过程当中让它变成更低的频率来释放 所以我们听到的噪音就会大大降低 昨天我们用锤子敲击了这款轮胎的 这个轮胎的胎块和其他的竞品的胎块 明显感觉到这个轮胎的敲击声音 要比其他的轮胎小很多 当然如果在体验过程当中 你需要有一个细微的体验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技术测试来说 这款轮胎它声音要比其他轮胎要小很多 这是这款轮胎的三个技术方面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会到赛道上去具体亲身体验一下 同样的车装不同的轮胎 它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我们先体验一下 MC7的湿地的转向的稳定性 对吧 对 转向的反应 反应能力 而且感受一下它的抓地力 这个弯道还是很急的 我们会以将近60公里的时速 直接冲进弯道 然后看看它的循迹性 这个体验其实是加上了排水体验 弯道中的操控性的体验 其实这个不光驾驶 乘坐的后排乘坐人也能感觉到很不健 对 非常不健 我们现在全油门 非常湿的弯道 感觉到几乎没有推头 循迹性很好 我们一会再体验一下镜体 某斯通品牌 再来体验一下 我们现在驾驶员是比较激进的 对 头发都激白了 对 虽然色彩比较大了 但是开车它还是很激进 我们肯定比刚才还要快一点 我们一把轮搭进去 按道理要早 虽然有一点点推头 从声音上能感觉到 但是轮胎的稳定性还确实是很好 这么开都没有冲出赛道 对 而且在你开完竞品以后 应该要很明显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之前讨论 它在推的过程是这样滑的 然后竞品你会直接平移出去 对 然后才抓住地 对 就是说你说竞品是先推出去的 对 因为它的第一把反应不好 然后在弯里面它持续因为推头了 然后它抓不住 然后它就推到捡到那个速度 捡到那个把水排掉以后 它这个就是排水速度应该会很快 它一进去就抓地了 对 我们现在开的就是普通的三系 这个技术主要改善那个湿地的 尤其雨天 雨雪天的这种抓地性 安全性 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这种转向 这种速度进弯肯定是要推头出去的 可以啊 这个帮助给修回来了 明天感觉到前轮它的 有一点点的侧滑 但是非常线性 非常的安全 我们来体验一下啊 看这个速度就 第一次先速度先慢一点 然后感觉非常的稳 哎呦 是稳啊 真的稳 真的稳 就一点点滑出去 然后就回来了 刚才在车内体验了一下 我是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在之前我体验轮胎测试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它的感受的差别很很 微妙很微小 所以轮胎的装不同的轮胎 对车辆的操控性的体验呢 一般消费者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 刚才 MC7的这台车 我真的体验到 我觉得这个弯道的抓地性 真的不一般 因为我们之前经常在赛道上开车 也在 也体验过这个 湿滑路面的赛道的驾驶 刚才这一下 它的对推头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你看这个车速进来大概60多 看 你几乎听不到轮胎的那种 搓在地面上的这种声音 我们再来看个竞品 不是MC7 可以看 同样的速度 它已经快压到了路肩了 从内侧进到 基本上快到外侧的路肩了 我觉得真的是体验非常的明显的 这个是 MC7的 相较 MC6 上一代的MC的系列 以及其他竞品车 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别 湿滴的表现 湿滴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圈 这个真的是 很快的 它就会恢复到平稳的状态 可以感受到它进入的那一刻 这个不一样 看看 这个弯道 如果你速度很快的话 目前看到这个弯道的这个弯度 曲度的话 如果60多公里时速 不带刹车进的话 有可能湿地就会推出去 然后MC7的就会稳定很多 它的排水性很稳定 可以看到非常稳定 那边就估计是竞品推出去的 它在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 它就像一进入和它出去的那个状态 进入的时刻出去时刻都是没有什么地面的感觉的变化 一看一看明显它都推出去了 明显才推出去了 刚才驾驶员踩了一脚刹车 如果不踩刹车的话很有可能在那个位置推出去 我们再看一遍 这驾驶员甚至还加了一脚油门 他觉得车身很稳定 还加了一脚油门 我先用400Z体验一下 弯道的这个要极致的抓地力 一点响态都没有 这个转向好精准 这车 其中有一个弯就是非常急的那个弯 我觉得还是 感觉有可能那个速度要推头或者 所谓的转向过渡的 但是它还是 抓得特别稳 而且没有响胎 这种车体验这个轮胎真的太合适了 本身车就很精准 能够让你特别精确地感受到轮胎的 差异化和变化 看看这款胎的规格 开了一上午了 这胎的磨损 还有它的温度 特别精准 能够用这台车开这种 400Z这样的性能车是特别合适的 感受到特别强的乐趣感 转向的抓地性好了 附着性好了 它就可以提高提现嘛 提高提现你就可以用有乐趣的享受这台车 可惜国内没有400Z 用这台车感受真的很舒服 当然D211也没问题 现在看看MC7和定品的刹车距离 我们可以记住啊 在这个 导的这个装筒的前面 没到这个装筒 这个是MC7的 在湿地的制动距离 好 这个是MC7的竞品 看 基本上超出了一个车身 刚才它在这个位置 车头在这个位置 现在车头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超出了一个车身 还是很明显的 我看一下我们刚才的 这个静品的轮胎 制动距离是23.16 这是80公里到0的 最极限的制动的最短距离 23.16米 我们一会看看 MC7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 好 我们现在测试了这个 刚才测试了 MC7静品 现在我们来测试 在MC7的湿地的 80公里到0的制动距离 看看能短多少 好 三 二 小车 哦 不错 21.88米 好 刚才的时间是 最短的是 MC7是21.88 21.88米 我们看看差多少 刚才静品是23.16米 然后 MC7是21.88米 大家可以算一下 差了1米多的制动距离 同样的车 同样的人 同样的测试的机器 差了1米多 刚才我们在外面看 制动距离的差距的时候 因为那个不是很精确 因为那个可能有这个制动点的差异啊 人的脚踩的这个力度的差异啊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设备测试的成绩 是非常精准的 2米 平均的差距是1.8 这个很明显的差距 经过一天的在赛道上的体验 总体感觉呢 马牌的MC7 它的提升呢 首先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呢 它对性能的这个改变呢 改善呢 涂了感让你感觉到 这个抓地力 弯中的属特性更好 同时呢也更安心 安全感更强 但是我安静程度 今天可能没有更深的体验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安静 但是前两年我们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在和竞品的对比当中 差距就特别的清晰 当然了 现在的我们电动化 汽车进行电动化时代呢 可能轮胎 对于普通消费者的感知 没有之前那么强了 但是我希望 轮胎对于电动车来说 依然重要 甚至变得更大重要的这个 这个时代呢 我觉得希望大家有机会 也能够重点体验一下 MC7的它的品质感和它的提升 对咱们的 对车辆的理解 对操控安全的理解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很棒的 非常棒的 感谢你